一入宫来宫四海,宫宫都是扭呼噜,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史上最毒皇后,贾南风,她是何不识肉迷的单纯小皇帝司马中的老婆,是史学界最丑的皇后代表,也是集权在首,天下我有的女暴君,当然是违法不合规的那种,历史上的八王之乱,就是由她而起,她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 天将姐弟恋,公元266年,司马炎篡位,然后建立晋朝,当了个开国皇帝晋武帝,公元280年,司马炎灭武,中华民族大一统,在这中间发生了件小事,公元272年,15岁的贾南风突然被将旨赐婚,他的未婚夫是晋朝的当朝太子司马中,如果提及司马中,大家仍旧不大熟悉,那他的一句千古名言,何不识肉迷, 或许会勾起你的记忆,此时太子板司马中,年仅13岁,是一位靠躺平就躺赢了的爷,皇权是哥哥去世后白送的,毕竟立长不立诱是古训,而且他老妈还是很受宠的皇后,杨燕,搞得他直接从晋武帝的儿群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太子,太子妃一般都有老爹晋武帝发,于是在一众大臣PK,各路相征后,最终进入了太子妃争霸赛的决赛圈, 有两家进入了候选区,一家是晋武帝的宠臣老贾家,一家是晋王朝的贤臣魏家,虽然贾南风他爹甲冲的受宠程度就跟冲了会员一样,但晋武帝根本不想跟他做倾家,一看到他家入选,差点没气吐血,因为都是他麾下的杂, 这两家家底什么样,他一清二楚,老贾家怎么可能能上榜 他感叹道,魏公女有无可,贾公女有无不可,魏家重贤而多子,美而长百,贾家重度而少子,丑而短黑 意思就是,魏家的娃娃,品德贤惠,多子多孙,个个都亭亭玉立,冰清玉洁,长得非常好看 而老贾家呢,杜贤吉能,子孙绵薄,娃娃也长得愁矮,寡连贤齿,听这话,就知道有多损,那嫌弃之情是异于言表,可话是直白了点,但也有根据点,无论是民间百姓,还是朝中大臣,都能把贾家的那些女人士,说得有声有色,唯妙唯笑,毛头是直指贾冲的媳妇,郭怀 郭怀是贾冲的第二任妻子,贾南风的亲妈,也是前曹魏车旗大将军郭怀的亲侄女儿,贾冲的第一任妻子李婉,因为亲族的党争失败 受到牵连,被迫流亡去了,只留下了两个女儿,后来没多久,四十岁的贾冲就娶了当时二十一岁的郭怀 话说这郭怀那是青春貌美,肤白长腿,典型的郁姐型人物,美帝名动天下 而且嫁入贾家后,还为贾冲生了两个闺女,两个儿子 漂亮的姑娘成为自己的妻子,皇儿女双全,贾冲怕是做梦都会想 但不料,妻子强烈地占有欲,让贾冲猝不及防,让儿子也猝不及防 曾有一天,郭怀六弯,正看到丈夫伸手斗去乳娘一怀中的大儿子,心中暴怒 以为贾冲与乳娘假公祭司藏有私情 瞬间阻上心头,下令将乳娘一边行处死 不久,大儿子因为对乳娘思念过度,离开了人世 又是一天,郭怀又恰逢看到丈夫伸手抚摸新乳娘怀中的小儿子 又心中暴怒,气上加气,俨然忘了失去大儿子的悲痛 再次下令处死新乳娘 不久,小儿子也因同样的原因去世了 善度让他失去两个好大,与此同时,也让他肚明远扬 在靖武帝刚刚即位时,曾大赦天下 贾冲的第一任妻子李婉也在其中 当时靖武帝还贴心地下诏 准许贾冲设立左右双政期,让李婉回归贾家 这倒是让贾冲的老母亲以及李婉留下的两个女儿惊喜万分 前者早就对郭怀心生厌烦 听闻准儿媳妇要回来,就招呼全府上下举办欢迎仪式 后者则受够了后妈的洗礼 他俩力劝老爹修后妈,迎生母 这么大动静,郭怀想不知道多难 于是二话没说,对歇贾冲就是一顿怒吼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贾冲这些年深受郭怀的调教,十分拒内 只得向皇上辞让了诏书,将李婉安置在别处 还声称老死不相往来,郭怀就这样出名了 民间皆赚 郭怀乃万古杜富第一名 这么臭的名声,也不怪靖武帝一看到贾家上榜 就直言离谱 但即便靖武帝百般拒绝,也耐不住贾家钱多 他们左塞前,又搭拳,找了个路人马 开启了摩尔根行动 不断地向靖武帝推销自己的闺女 其中就有当时的皇后杨燕 以及吉北郡侯荀旭等人 他们都对靖武帝说 那姑娘好看得很,还德才兼备 断不向传言那般 一开始,靖武帝还在拒绝 但随着大臣们的各种美颜不断 再加上心肩宠皇后的极力推荐 耳根子软得她 最终还是被劝服了 圣意已定,就等穿婚服定亲了 不料就在此时,事情又出了意外 太子妃的位置,原本不是贾南风的 而是贾南风的亲妹妹,十二岁小贾武 这贾武呢,样貌白嫩,清新淑雅 但在是婚衣时,却发现她不仅生得小巧 还满脸稚气未脱,婚衣都嫁不起来 哪像能嫁人的样子,咋看咋不合适 最后只能落到贾南风头上 贾南风是郭怀的大女儿 正是禁书中记载,她短形轻黑色 眉厚有丝,意思就是说她长得矮 皮肤黑,眼角还有一块胎记 总而言之,贾南风的外形并不出色 最关键的是,秉姓也和她母亲郭怀一个样 无论是对待婚姻,还是男人 负贱都非常大 对,可以说贾南风几乎就对上了晋武帝的那句评论 贾家重度而少子,丑而短黑 当她替妹出嫁之时 历史上也洗开了丑颜的剧本 司马中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玉废太子妃 自从贾南风嫁进太子府 全府上下都害怕极了 不过也没啥大问题 不知道贾南风从哪听到了风 说有人怀了司马中的孩子 瞬间火冒三丈 她拿着挤,就问候了这位孕妈的肚子 来回不知道刺了了多少次 直到将娃送去往生了她才罢手 搞得太子府上下,人心惶惶 大家伙本指望着司马中能主持公道 但不料她继承了老岳父的美德 呆愣的小脑的瓜里 只装得下老婆说啥就是啥了 后来这是传到了晋武帝的耳朵里 惊呼道,这家女士吃了雄心抱子胆了 竟敢公然谋害我皇族血脉 这还得了 于是立马将她押入金庸城好好反省 愤怒之余,晋武帝还有点怨念 什么肤白貌美 德才兼备都是信了他们的鬼了 这样的太子妃留着都是多余 另一边,得知消息的贾冲开始急了 连忙打款,委托众人,立保女儿 这其中就有个叫赵灿的宠妃 她仅用一句话就点醒了晋武帝 极度是女人的天性 贾南风还小 这些事难免不明白 等她长大后,自己就会改正的 用不着罚她 而现在当上皇后的杨旨 也不赞成废太子妃 杨旨是杨燕的妹妹 杨燕已经去世 然后,耳根子软的晋武帝 再次没经住劝 饶了贾南风 但江山设计托付给太子 是不是该重新考虑下了 毕竟太子这个废物 竟然会纵容自己宫中 出现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这让晋武帝太失望 而且最近朝堂上 关于太子愚笨的言论也越来越多 让他对太子的能力开始有些担忧 于是,为了历练历练 他就云淡风轻地 随便拿了几份奏章给太子 让太子好生批阅 还别说太子真是没出息 被担住了 但他一点也不心虚 因为他有军师贾南风 这不,贾南风早已治好了招 还找来太子的老师一起商讨对策 最后想出了一招千古通用的法宝作弊 起初呢,他们写了一份答案 让太子照抄 但抄完发现 有些细节需要再改 因为太子水平就那么点 众人都知道的事情 晋武帝怎么可能不知道 贾南风觉得直接抄太假 容易露馅 最终答案被修修改改 组装出了个低配版 虽不豪华但能应战 这样就既不容易暴露 也不显得愚笨 一番姗姗改改后 太子就批好了奏章 晋武帝一看 我儿虽然用词不华丽 但最基本的思维都在 根本就不像传言众说的那样 看来不用废太子了 黄泉争锋 随着晋武帝游锦灯枯 太子身边的明争暗夺 也变得激烈起来 当时朝中势力主要分两派 一派是晋武帝的叔叔 汝南王司马亮 一派是晋武帝的岳父杨俊 这两方势力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根本没把傻太子 司马忠放在眼里 但晋武帝也有自己的打算 他想着就让这两股势力 形成相互掣肘的局面 这样更有利于维护太子的皇权 可以说算盘打得很如意 但在他匡击病倒 驾崩临一脚的时候 他的诏书被缴诏了 皇后杨旨 伙同他爹杨俊 直接将诏书给改成了 只有杨家辅政 什么司马亮都靠边站 太子司马忠安全继位 不过杨家早就把持大局 司马忠就是个傀儡皇帝 奈何他本来就对 王位权力没啥想法 但他没想法不重要 皇后贾南风可不行 明明自己都是一国之母了 却还到处受限 贾南风非常生气 且不甘心 想着我要是能除掉杨家 拿回皇权就好了 哪怕之前杨家曾有助于他 但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因为杨家挡他的道了 经过多方操作 贾南风还是找到了机会 他找来司马伟 这位伟哥是司马忠同父异母的弟弟 不到二十 正是容易上当 呸呸呸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关键是他手握重兵 老公司马忠这边 虽然人有点无能 却十分听他的话 那是说南不去北 年狗不追击 就连圣旨 那也是分分钟办妥 于是 公元二百九十一年 贾南风贾借皇上的名义 让司马伟入京秦王 说杨俊等人意图谋反 受到赵令的司马伟很开心啊 他早就想有一番作为了 别看他社会经验少 但带兵打仗很有一手 很快他变为了杨家 成功缉拿住了杨俊等人 杨俊被处死 杨太后也受牵连 被押入金庸城 后来被活活饿死 虽说是除掉了杨俊 但贾南风仍旧没有成为权力的女王 反而颇有种给司马亮做嫁衣了的感觉 因为司马亮没了杨俊这个对手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低减了个漏 这让贾南风十分不爽 好吧 既然拦着我 我就把你干掉 好 好 感谢观看